不过由富士康代工的苹果电脑标错价事件在网路上是持续的发酵 苹果疑似篡改了订单 更把价格变回了原价 网友相当生气 信用卡都已经扣款了 怎么可以自行来改回原价呢 记得表示要向CNN来投诉 而事发之间过了两天时间了 苹果还是迟迟没有对外回应 因此消保官决定要展开行动 礼拜一的上班日就会发文给苹果公司 要求苹果提出正式说明 不是周年庆更不是做功德 向来高价的苹果电脑 周五网路商店竟然下杀似二折 原价47,710元的电脑 现在只要19,900 眼前网友疯狂下定 以为捡到便宜 没想到高兴不过半天 竟然发现确认订单又被改回原价 事发已经第三天 苹果却迟迟不对外回应 本市消保官准备展开行动 礼拜一上班日将发文给苹果 要求苹果提出正式说明 给大家一个交代 银行都已经扣款成功 结果订单却被苹果篡改 又变回原价 台湾网友大骂苹果出烂招 还有网友串联要找国际媒体CNN讨公道 消息会表示根据消保法22条 业者应该一约出货 甚至新版网路交易定型化契约 消费者只要两天内完成付款 业者就该认赔 不过这样的规定也要到明年才上路 国际大厂牌发生舒适应该尽速坦承并公布补偿措施 但苹果拒绝鬼影的处理态度 让这场小网友对上大苹果的战争越演越烈 记者综合报道